大家好 僕はジェネです 歡迎各位收看看動畫學日語 今天的主題是 舊番經典名言 如果講到動漫 相信許多人都會直接聯想到 週刊少年Jump底下的死火海 分別是死神、火影忍者和航海王 但是除了這三部作品之外 還有一部以吐槽無厘頭、惡搞為主的超知名作品 而且最近在PS4上面也有新的遊戲上市啦 沒錯今天要介紹的就是由日本漫畫家 空智英秋的少年漫畫作品 銀魂 金玉 說到銀白色頭髮的動漫男性角色 大多數人都會回答版、電影時 看到眼鏡就會想到星巴 看到假髮就會想到貴 而銀魂就是靠著惡搞和無厘頭 創作出了許多知名的動漫梗 甚至有些還會被套用到現實生活當中 但如果要我們從中挑選出 最最最經典的名言梗的話 相信各位早就已經猜想到了對吧 請看 那是 NEO ARMSTRONG CYCLONJET ARMSTRONG法 二次說了 二次說了 二人都沒有 什麼 NEO ARMSTRONG CYCLONJET ARMSTRONG法 完成度高 為什麼知道了 有了嗎? 真的有了嗎? 我只知道了嗎? 這是NEO ARMSTRONG CYCLONJET ARMSTRONG法 對嗎? 完成度高了嗎? 所以為什麼知道了嗎? 這是NEO ARMSTRONG CYCLONJET ARMSTRONG法 對嗎? 完成度高了嗎? 你怎麼知道了嗎? 你怎麼知道了嗎? 這是NEO ARMSTRONG CYCLONJET ARMSTRONG法 對嗎? 完成度高了嗎? 不是吧 明顯是不一樣的 這是不一樣的 馬鹿面下降了 真沒什麼 什麼 這句台詞出現於 《銀魂動畫》的第一季的第38集 只有小孩看到雪才會興奮 萬事屋參加雪雕大賽 簡單來說這造型就是屌 那也因為這集實在是太有名了 結果就變成日本美鳳下雪時 便會有人做出這個作品出來 甚至連台灣也有學生的花燈 模仿了這個作品 而這個梗的延伸用法 當然就是只要任何東西類似於這個造型 便會有人說出這句名台詞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們點個喜歡並且分享 想持續觀看影片最新狀態 麻煩幫我按個訂閱 並點擊旁邊的小鈴鐺 很感謝各位收看今天的影片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別忘記在下方也會有台詞 更詳細的說明以及用法喔 那各位觀眾我是直人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